缓攻 当缓强 用剑当用长 你要打上一场战争要赢的话 攻要最强的 剑要最长的 薛连贵才能够三剑定江山 对不对 那现在国民党哪里是剑最强的 看起来像是头上没有毛的最强 那民调看起来是一个攻 那目前爆发力也不像下来 但确实它的问题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回到我们刚前面 所谈的政权轮替的意义在哪里 只是说你做换我做 大家彼此在换一批人分贓吗 还是吴志辉所说的 革命我们看一下 就是你干不好打倒你 我来干好 我来做好 那时候用那个字有点重 那我们把它判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就是你做不好 我来做好 那如果国民党觉得 他们来做好 会让台湾两样变得更好的话 那你就义不容辞 吴敦云不可以辞 不是不可以辞到不及时 你不可以推辞这个责任 那问题现在是这里 一阶段两阶段是周西伟跑出来 我倒觉得 吴敦云应该要与正式听了 当然没有男女自己的想法 其实讲话会有一些 他一面男名就是有男言之隐 男言之隐就是我现在要不赢 所以我想等一个时间 用时间换看看我等 就说他我现在本人 我的音调还没有低 我现在离后半半 所以我要时间争取空间 如果后端他都没办法 就说我们会赢 但说那个会赢 然后我用更强的 这是不合道理 也就是说不管柯文哲要不要选 不管蔡英文要不要选 你公平就是要选的第一 你不要管别人 你管别人就不会赢 那第二个就是这样 像龙戒乡文 龙戒乡文是一样 他管理是国文是英文 他就要打希臘文 所以要读的 就是这样 他就台语 读国语 读英文 所以就是感官独立 你自己做得好 你就会对 所以我认为党主席 其实接着防御 我认为之前说的对 这就是代表给你喜欢 但是当主席是动见观瞻 你说的话就是代表这个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党 如果要回到所谓的党的民主 起手误会大上乎 你要启动初选机制 那是争选一半 来就一句就结束了 不可以用一个二次三次 我大胆判定 不会有两阶段 没有人承担的其实此期 此期就是过去换住 在那场战争2016是必败 谁去选谁当炮灰 所以主席就会考虑 他没说 那黄乡文被换掉 当然很委屈 可是我觉得国民党 会不会同他负责 我觉得绝对不会 不是方向讲 但是绝对不可能 晚上8点钟 英文打圈 我们跟你们一起打圈 我们下转个赏支持们 当然是最新鞋地的 在什么地方 我们下转的支持 到时下转底下转的支持 请我们下转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